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7月21日 已經是星期五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 還有另外一單 銀主盤 有機會炸倒這個豪宅市場 而是 這次炸倒的是 九龍豪宅 這個民業成舊 達到百多億 總共是一百七十億的銀主盤 是被羅兵 韓永道接收了 接下來 就會推出市場 在說這件事之前 其實第一節 因為說恆大 我們這個主角 我們還沒有說完 因為太多資料 我們要補充 第一節 我們的主角 其實就是大樓 因為大樓 可以說是代表作 就是把恆大中心賣到最高價 當時賣的價格我們也覺得超高價 一點也不值的 大樓 用這個超高價 賣了這件事之後 就跟恆大買回他的CB 買回恆大的債券和股票 股票賬面上是虧本的 但是買恆大的CB 其實是賺錢的 大家不要忘記 他們當時 這筆錢 買了恆大的CB 回報了十幾厘 如果以複式計五年 基本上收回所有的成本 現在他的股票 就算是一塊錢也不要緊 他 還拿著恆大的債權 將來有甚麼要打靶 他們是優先去分錢 所以 大樓真的是代表作 因為 其實恆大 他買了那麼多年的CB 不僅沒有錢 其實應該還要賺錢 說完大樓 我們說一下 波魯到九龍板 這是一個 這件事 其實就是一個 新盤 在荷文田 叫做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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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李文的文 叫做李文的文 初初我是不是澳文的嗎 我是不是李文的 看到不是 這個是高銀集團 旗下新盤 實際上原來是由潘蘇通 私人持有 一個荷民田的豪宅新盤 叫做澳民 先介紹一下澳民 澳民 其實在2020年 當時已經拿到 入伙子 已經賣了部分單位 當時賣的 是28.3萬元呎 我們看到有部分成交 例如2座7樓A 根據公開資料在中原那裏看 賣了4021萬 10呎是1403呎 這個呎價是28659 然後再看看私訊 三座八樓C 很低層 賣了2824萬 只有930多呎是2000多萬 你知道2000多呎在這裏可以買很大間別墅 2880萬英鎊 可以買一間 是有 幾公頃花園的 大別墅 當然不是倫敦市中心 絕對有5000呎 還有大花園 有泳池 也是2800萬港幣可以買得到 在香港只能夠買一個900多呎的單位 這個呎價是300萬元 2830萬元呎 再看看另一個900多呎的單位 澳門三座九樓C 30萬元呎 934呎 再貴一點 2880 偽貴一點 1200呎那隻 三座手樓A 3616萬 成交 成交尺價是294005 1228呎 這些價錢 分別是2020年5月至12月成交的 即是說他已經賣了部分 不過 由於 售樓子出現了問題 這個 買賣可能是交不了樓 當然賣不了 那些 那些 所以 這個項目 已經被 羅兵涵永道會計私事務所接管了 因為 售樓子被撤銷 發展商叫做金著有限公司 實際上就是空殼 這是潘蘇通私人持有的 這個問題就是 他牽涉到一個債主 叫做橡樹資本 因為橡樹資本借了75億融資給他 這整塊東西 現在 橡樹資本 找了羅兵涵去接管這個東西 借了75億 是不是要賣樓套現了 總共這個單位是401貨 之前賣了的 不算數 現在重新賣過 你覺得口價要賣多少錢呢 3萬元 又有銀珠盤 6萬元呎又有銀珠盤 這個也是豪宅盤 在 香港的坡佬道 港島的坡佬地段坡佬道 暢實 總共也是有 207億的貨業散 現在這個東西又有170億的市值 接下來應該不值那麼多錢 因為你估計 一定要低於那個價錢才能賣到 你現在變成銀主嘛 因為銀主的壓力大一點 你有75億融資 即是說你接管了之後 你怎麼賣樓 你 就是 絕對沒有發展商那麼進取的了 其實就算潘蘇通的 一直都不會亂來的 當時似著有錢 其實那些錢也是借回來的 到處買 結果就糟糕了 現在要重新賣 當然有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已經是現樓了 他們 估計會到 7月尾 至到8月初 就開始重新 包裝上市重新拿來賣 究竟這東西市場反應如何呢 其實一定不好 原因就是 銀主盤港島 有207億 那個是民銀主的 那個是鐵定重售 這東西 被銀主接管 107億的銀主盤 應該是 香港史上最大被接管的資產 跟恆大中心差不多 恆大中心 借了七十多億出來 剛才我們第一節跟大家說過 現在 值回了四十多億 當然這塊好一點 這塊市值一百七十億 現在實際上 借了七十五億出來 總共會買得回口價呢 我認為賣不回 我有算是兩萬元鬆一點 這個發展商都會便宜 因為 因為 拿得回 1002億也好 所以 對於整個紅車市場 可以說大的有大的震 波露道 6萬至10萬元的 被港島震散了 現在 何文田一一樣照震散 28萬 肯定震到達2萬元 即是說 接下來整個賀文田 就會被這個盤 徹底震散這個市場 我們跟大家說過 其實賀文田也是一個重災區 新鴻基之前賣了的盤 其實全部都要虧 當時我們跟大家說過 有個黑仔王 據說 買了四個單位 第一口價是兩萬八元赤買 然後追到三萬多元 結果他們第一口價買的單位 現在也要虧本 這個消息還未出來 現在最新的澳門 如果推出市場 我估計最終他們賣了兩萬元左右 因為他們急於套現 其他 那些發展商 就會 淺乏而死 然後 九龍豪宅應該會成為重災區 還有啟德 啟德很多大陸佬 去兩萬元赤樓上搶地 現在 全部都要虧 所以 豪宅市場未來一定會越來越多這些個案子出現 隨著大陸的經濟不好 我們跟大家分析過 大陸的經濟這30年 不斷上升 跟香港的樓價上升 其實原因就是 人們覺得中國是一個 很有前景的地方 人們都要去賺錢 賺得錢 周邊的民業一定會升值 這個地方生金蛋 人們都要來的 中國好 香港好 香港好 中國好 結果 香港和大陸的樓都要炒貴 尤其是這些貴的地方 所以 接下來 這個泡沫一抹去的時候 樓價 會大幅下跌 我們說了 美國 在戰後 就是憑他一己之力 可以將兩個戰敗國 扶持 成為世界最有錢的第二第三大國家 日本 在70年代開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而西德 也是成為第三大經濟體 兩德統一了之後 當然被東德拖累了 就跌了下去 但是 仍然德國還是歐洲來說 一個比較發達的國家 其實很簡單 美國的能力是有能力捧起你 也有能力 搞死你 原因就是 他的資金一旦撤出 其他人 就跟大佬了 美國來 全世界跟著來 美國走 全世界跟著走 因為 跟著美國 大家都覺得 最穩困的 美國 當時只是 撤出軍事基地在菲律賓 菲律賓的經濟也一落千丈 以前菲律賓 是亞洲No.1的 最有錢的地方來的 只是你看到美軍而已 因為美軍基地撤出 就是菲律賓立即玩完了 因為資金走光了 因為沒有信心 而中國 正正 其實不是重討日本覆轍 是重討 菲律賓的覆轍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 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然後 訂閱我們星期二日報 這個會員頻道 多謝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